嗨 大家好 我是May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说到引体向上 曾经是女生们觉得遥不可及 不可能的项目 但是啊 自从这几年间 May持续地分享引体向上的训练心得 也成功了激励不少女性哦 那今天呢 我特别呢 想要庆祝Mayfade的YouTube Channel 达到50万订阅 超级感谢大家 我要在IG目击了五位身怀绝技的民间高手 突袭这间烧肉餐酒馆叫做Uncle Sean 然后我要补充一下 这间店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到访 待会我们有精彩的好戏可以看哦 好 那我们第一位选手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哈啰 大家好 我是Miami 那我的职业是二宝妈跟工程师 那我最高的引体向上是 空手是10下 然后负重10公斤是2下 哇 那今天目标拉几下 诶 不知道诶 10下可以吗 呃 看状况吗 因为我今天早上有点拉兔子 那他肚子也是个借口 好 我们今天加油 好 那接下来欢迎我们的二号选手 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哈啰 大家好 我是Aaron 然后我也是一个 很喜欢做上师训练的女生 然后平常喜欢多元的训练方式 所以不是只有在健身房的训练 比较吸引我 那引体向上最多可以拉几下 刚才她说她负重最多是10公斤两下 我也是10公斤两下 但是我的最高次数没有那么多 我大概是10下到11下 我不怕我今天是吊车屋 不会不会 那你今天目标拉几下 呃 我觉得今天8下 我就觉得很满意 我自己也是 我觉得有吃下我就开心了 对对对 好 那我们第三位选手的身份 非常特别 请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佑玲 然后我是一位消防员 平常因为训练测验的关系 所以会练引体向上 请问你最多可以拉几下 最多可以拉10下 然后今天目标拉几下 今天目标大概七八下吧 七八下 OK 好 接下来我们第一次 这位选手看起来非常的气质 来 请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呃 大家好 我是伟琴 我的兴趣是攀岩 喜欢暴食也喜欢上攀 哇 那上肢一定超强的 最多可以拉几下 状态好的时候可以9下 不介力 可是今天七八下就好 好 七八下也很厉害了 那我们最后一位选手 看起来非常娇小可爱 请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哈啰 我是皮蛋 我 我就爱吃皮蛋了 嗯 可是我不喜欢 我只是因为我很皮而已 那你最多呢 引体向上可以拉几下呢 14下 14下 我有没有听错 今天目标拉几下 8下好了 8下 我觉得你可以10下 哦 好 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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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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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不好意思 呃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就是你们这边有 单杠王的挑战吗 对 大部分女生都拉几下 女生的话 比较弱 所以一般女生就是一到两下 这样子 那你觉得我们在场的 就是每个女生都可以拉到五下吗 那如果我们在场的每个女生都可以拉到五下以上的话 你们店家可以招待我们什么 一人一杯 一人一杯 那可不可以再多一份肉 没办法 没办法 那一人一杯酒 这位帅哥说的算 我们现在吃得很开心 但是信心有点低落 因为我们观察那个杠啊 它是比较偏粗杠 比较不好握 但等一下我会当第一棒 我会当第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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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女超人妹 你要几下 七下 可是太滑的话我不知道 七下就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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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耶 那如果我們全部都可以拉5下以上 總數25下以上 招待我們一份和牛 不行 可以啦 那可以招待我們什麼 喝酒 那可是我們不想喝啤酒 喝Shut 喝Shut 好可以Shut 好 哇 好 來 太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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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滑 妳很讚耶 好滑 真的很滑 真的很滑 真的 我心跳太快 好好好 好累 不行不行 太累了 好厲害了 開心 滑掉 不行 会滑掉 可以 球球 可以 可以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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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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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金嗎 耶 帥帥的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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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總共洗下 洗下 你們每個人都有拉嗎 對 那你們要去洗杯啊 好帥 還有帥 還有帥 對 誰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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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穿上不下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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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就是我 誰要來挑戰這樣嗎 哈哈 沒有 就是吊在上面 然後要拍照 吊在上面拍照 對 吊在上面拍照是最醜的時候 你知道嗎 不會不會 所以我們是你師父的 OK 好 謝謝 就是今天拉拾一下 就會有兩個月有11杯啤酒 美杯啤酒 隨時過來喝都OK 像人家看到那個頻道 會不會來挑戰你啊 我覺得要 請大家來挑戰我 我覺得每個人的表現 都超乎我預期 我覺得我也OK 因為我本來預期 自己只有6到7下 因為我最近的體重有一點上升 然後又加上輸與鍛鍊 所以今天有8下 我非常的滿意 我覺得我今天表現超乎預期 因為我的極限是9下 可是我今天做了10下 就是一直來攀岩 來攀岩就對了 一直攀岩就不用特意的練引體向上 我覺得我今天表現很棒 因為那個 槓子實在太滑了 但是可以有8下 我覺得我已經很棒了 我為什麼會練引體向上 是因為 大家都覺得女生沒有辦法 練引體向上 但是我就是要破除這個迷失 所以我才會想說 我一定要練引體向上 好 來我們今天的冠軍選手 皮帶 妳還是本月的冠軍 妳有什麼心得嗎 很棒啊 很棒 就是很棒 我等於是不是狂練引體 還好 還好 其實還好 就一週大概一次的背馬 這樣子 對 那開始練引體向上的契機是什麼 因為妹啊 因為覺得會拉引體的女生很帥 就覺得很帥 我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就是帥 帥 耶 就是帥 來請問一下 平常的消防員有像妳一樣那麼厲害嗎 不一定啦 不一定要看自己要不要練 那妳覺得今天的表現怎麼樣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好 對 那個 單槓比較粗 比較有點滑 對 比較不好 然後我覺得表現得還不太好 沒關係 我覺得妳已經很好了 我覺得他們這個單槓有點故意設計的 就是很不好握耶 我覺得對女生不是很友善 所以我覺得 能在這邊拉到一到兩下就已經很厲害了 表現得有點不太好 可是我覺得妳已經超厲害了耶 我有點 小後悔早上還有練舉重 然後其實有一點影響我覺得 但是 不能夠就是找藉口 就是自己有點疏於訓練 練引體向上的契機是什麼 最久之前是我在高中的時候 看到妹就坐得到引體向上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了這個 我有一天去健身房也想要練起來的這個想法 我覺得想要練引體向上 要從比較徒手式的健身開始 就是不能覺得常常練機械的動作 就可以練到引體向上 對 所以有時候甚至你不用去健身房 只要你有單槓的機器 你就可以常常練就可以練成 勝利的甜點 它的單位蠻重的 冰火交融 還不錯吃 今天的活動讓我見證到什麼叫做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我覺得今天大家的表現都非常棒 非常謝謝大家抽空來 參加妹的這個特別企劃 很開心吃得很開心 耶 謝謝 謝謝美美 好那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再見 我們下次見 再見 нашей 我們下次見 再見